要不是因为对励志大下狠手 周润发的真实人品一定不会暴露在大众面前 时隔25年之后 一部拍摄于1987年的电影《老虎初更》 再度被网友们提起 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起热议 并不是因为剧情经典 而是完全出于网友们对励志的同情 彼此励志搭档周润发出演了电影的女主角 而并非打女身份的她 也在片中贡献了一段硬核打戏 但所谓的打戏对周润发来说 拍得十分过矣 对励志来说却简直就是灾难 因为在片中 励志先是被周润发腾空飞踹到玻璃渣中 随后又被她用面粉捂嘴 再疯狂按入睡中 相比于励志快起慢落 扇在脸上的镜头 周润发的每一个巴掌都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励志脸上 以至于励志在经历了这场激烈的动作片之后 脸一度被打肿 甚至直接被工作人员抬出了片场 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 无不被励志的敬业精神折服 毕竟换成如今任何一个女明星 恐怕都不会愿意用脸砸碎一整块玻璃 但相比于佩服励志的敬业 网友们却忍不住在脑海中萌生阴谋论 毕竟这场打戏在整部电影当中显得尤为突兀 周润发也明显在剧中下了狠手 更过分的是 周润发还在之后举办的千利星慈善演唱会上 将一整块蛋糕砸在了励志头上 励志究竟做了什么 才会被周润发两次针对 究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励志不是香港人 而故意将他排挤在外的也不止周润发一个人 19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晚会上 励志作为颁奖嘉宾出现在了现场 然而按照节目流程到他出场的时间时 主持人梅艳芳与陈百祥却在舞台上对他进行刁难 梅艳芳故作迥态 先是模仿励志在亚解舞台上自我展示的动作 随后又双手抱拳 学着励志蹩脚的香港口音对他进行现场嘲讽 梅艳芳的这段freestyle对观众来说明显并不好笑 而励志被他一番羞辱之后 脸上的表情也立马由情转音 不过对于被香港排挤已久的他来说 这样的日常早已司空见惯 当年励志随家人移居香港 因为粤语发音不够标准 没少被明星们嘲笑 港媒更是为他取了一个北姑的称号 即便是他掌握了亚解的冠军 被才子泥匡大赞长将 在港圈还是不受重视 找上门拍摄的也只有风月片的花瓶角色 于是最终在经历了被梅艳芳在舞台上公开取笑之后 励志宣布了细影退圈 尽管他给出的理由是想要投入商业经营 但大家却更愿意相信他是对娱乐圈的失望 毕竟梅艳芳与周润发的所作所为 放到如今的娱乐圈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职场霸凌 而因为长相太过惊艳 励志也没少遭到各界的发难 励志风情万种的意料 让身处观众席的谢贤忍不住咽口水 66岁的何鸿燊更是心甘情愿为他豪制30万 励志当年有多美 一代风流才子泥匡 夸他是50年一遇的美人 更是放话称 如果他不拿冠军就一把火烧了电视台 而成龙当年与他一起合作的一部双龙会 更是体验到了当演员的快乐 彼氏他不仅在影片中一览励志傲人的身材 更是与其一起体验了一回双人遇 只不过成龙的快乐还没感受多久 励志便被赌王的财力折服 1990年 励志联合历劫亚界一起成立了一个名为 人美清旭的慈善组织 并且在开张的慈善晚会上 结识了赌王何鸿燊 彼氏赌王看着舞池里的励志 身子傲人舞不轻颖 便深深被他打动 要知道赌王可是出了名的爱跳舞 他的二太太蓝琼英与次太太梁安琪 都是由舞女出身 于是为了邀请与励志同台共舞 何鸿燊便直接在舞会上豪制30万 两人也在舞台上留下了一张经典的合照 照片中的励志被赌王揽入怀中 以他的颜值来说 完全秒杀赌王的几位太太 于是此后便有传言称 励志将成为赌王的舞房太太 然而比十次太梁安琪进门才不到两年 当然不愿看到比自己更年轻漂亮的励志上位 而二太蓝琼英更是不能容忍再去一位舞女进门 于是便有江湖传闻称 二太与四太联合将励志赶出了香港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结实励志后的第二年 赌王便当众官宣 表示梁安琪将会是自己的最后一任太太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得而知 不过随着这个消息的公布 这段多角恋也彻底被画上了句号 然而随着四方最小的女儿和超亲的长大 励志与赌王的这段故事又重新被提起 长大之后的何超亲不像亲妈梁安琪 反倒与励志越来越相似 于是便有传闻称 何超亲是励志所生 作为赌王78岁才出生的小女儿 何超亲得到了父亲前所未有的宠爱 他去英国读书时 赌王直接为他买下一栋别墅 他觉得劳斯莱斯的车标好看 赌王就将自己开了几十年的御用作驾 带有HK1的劳斯莱斯送给他 他18岁成人理师 赌王更是直接送上了一个超大的鸽子蛋钻石 还不到20岁时 何超亲就已经成了身价百亿的人生赢家 何超亲在赌王家族中受宠经历 也一度被当成了赌王亏欠励志的证据 然而尽管外界传得沸沸扬扬 赌王家族却从未出面回应 不过如今看来这种说法也实在是有些不靠谱 毕竟何超亲出生时 励志正怀着他与李连杰的大女儿 而以梁安琪的性格来说 更是不可能做到帮情敌养孩子 不过尽管励志与赌王家毫无关系 但他却直接介入了另一个家庭 把20亿资产交给励志打理 为他不惜以7000万的价格 与向家签卖身器 李连杰抛弃妻子换来的申请 真的值得他到处吹捧了 如果不是李连杰的这段慷慨陈词 他的前妻黄秋燕一定不知道 被出轨背叛竟然还是自己的错 2013年 李连杰在央视节目中申请表白妻子励志 并且激动地解释了自己为其出轨的理由 某一个年龄段 我见到另外一个年龄 我爱他 我可以为他死 我可以为他不要名不要利 我可以断送所谓的一切前程 因为那个时候 我每一天的血管都热血沸腾 我知道那个是爱 所以我会回过头来 对我的原来的妻子说 对不起 我错 我找到了我真正爱 在他看来 背叛家庭不是最大的错误 年少时错把恩情当爱情 才是真正的错 而他的一句 背叛你是你选择的错 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有几分道理 但对李连杰来说 却颇有几分推写责任的意思 他背叛了我 是我选择的错误 我怎么样去睁大双眼 了解更多的男人 了解更多的世界 选择另外那5% 不会把我欺骗的那个人 你是有选择权 事实证明他的确很爱立志 但却是用黄秋燕和两个女儿的牺牲换来的 李连杰与立志因气生情 两人同样从内地来到香港发展 从最初的惺惺相惜 变成了互相欣赏 这道跨过道德的门槛 然而彼时的李连杰却是一位有妇之夫 他与黄秋燕是同一个五处学校的青梅竹马 李连杰从小就家境困难 使黄秋燕一路扶持和关照 才让他的童年生活不至于过得太惨 然而当这位青梅还远在大洋彼岸 为他孕育女儿时 他的竹马却找到了所谓的真正的爱情 于是他在一番思索之后 给远在美国的黄秋燕打了电话 提出了离婚 并且甘愿净身出户 为此当时的港媒还出言嘲讽他 情义千金不敌凶仆四两 为了立志 李连杰冒着身败名列的风险 还与他签下十年之约 约定号十年之后 如果还有感情就迈进婚姻的殿堂 而当立志进入投资行业之后 他一度因为投资失败 导致亏的血本无归 在他最困难之际 也是李连杰签下卖身器 提前向向江预制了七千万巨款 帮立志度过危机 十年之期一到 立志便安安心心退居二线 嫁给李连杰后 在家相夫教子 婚后的李连杰还放话 将自己的二十亿身价 全部交给了立志 回顾立志的前半生 他的确经历了被港圈排挤 被港媒飞翼 但他与李连杰的感情 也的确是难以启白的